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园市消防局获报道场灌旧 所幸驾驶与三名乘客及时逃生 无人受困 10号晚间8点多 国道2号大南交流道巴德出口 路边停靠一台大型客运 整台车起火燃烧 熊熊火焰直窜天际 场面触目惊心 逃出 没有人员受伤手困 消防人员是在晚间8点39分接获报案 立即出动8车21人前往灌旧 初步了解 营运大科车是在行驶途中 司机发现有异状 立即停靠路边 疏散车上三名乘客下车并报警 起火的大科车占用了大南出口扎道 以及出口外侧路间 整辆车全面陷入燃烧 一度被烧成巨大的火球 所幸驾驶和三名乘客及时逃生 没有人员受伤受困 火势在晚间9点17分扑灭 起火原因由消防监视单位调查 记者詹淑云 沙燕其中健康综合报道 内政部公布去年2023年人口统计 去年新生儿人数仅有13.5万多 再创历史新低 妇产科医师认为 接下来农年的出生率也不太乐观 小朋友在台上表演活泼又可爱 为了提升生育率 台东县府宣布 今年再加码推动全方位 妇幼健康照护方案 包括每位怀孕妇女将近万元的产钱筛减补助 希望鼓励年轻夫妻生育 而台东县也成为全国唯一 连续两年新生儿正成长的县市 但台湾少子化问题依然严重 根据内政部统计 去年2023年总人口数为2342万多人 比前一年增加15.5万多 终止2020年以来的人口负成长 其中人口增加率最高者为金门县 其次是桃园市及新竹县 去年新生儿人数为13.5万多 则是比前一年减少3000多人 再创史上新低 妇产科医师表示 现代人孩子生得少也生得晚 即使是龙年 民众抢生龙宝宝的效应不在 预估今年龙年出生率也不太乐观 在往年一个月 我们的接生的婴儿数 在这个医院可能就超过200个 那可能现在可能一个月 接生的人数是在50以下 龙年来讲 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期待 所以一定要生个龙年的小孩 而学者则是认为 低薪高房价 工时长也是影响国人 结婚及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 而且不婚族越来越多 学者建议政府可以参考 匈牙利及爱沙尼亚的催生政策 例如高额的结婚津贴 生两胎加码薪资补贴等 还要多盖一些社会住宅 减轻经济负担 才能让年轻夫妻愿意生养小孩 记者赖水平蒋龙翔 张明哲台北台东采访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联合报提到了 选战倒数 卫福部释出两大力多 包括生脏生活补助等 固定于月底发放的六大族群 社服津贴 提前于每个月的十日拨款 而本月的昨天已经入账 另外今年2月起 连同国民年金等七大社服津贴 发放对象都调涨7.34% 共250万元次受贿 中国时报是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 党魁李在明 二日遇刺 昨天顺利出院 而警方公布了调查结果 指出 嫌疑人的犯罪动机 包括不让李在明当上总统 以及对于南韩司法部门 延后李在明必按审理时长 心神不满 才会犯下罪行 自由时报是报导 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 2024年全球经济成长 预估降到2.4% 连续三年放缓 报告形容 在地缘政治紧张升高下 使得经济成长受阻 2020年代 恐怕被记载为一个浪费机会的十年 大选关键倒数 三位总统候选人的话题 都围绕在国防部发布的防空警报 侯友宜批评政府草率欺骗 要求24小时之内 公布到底是谁下令发布简讯 柯文哲表示 而他最害怕的就是蔡英文那一句 不要害怕 如果真的有飞弹打来 大家知道怎么躲吗 赖清德则是强调 人民有知的权利 国防部公布相关资讯是应该的 韩民众自拍展现亲和力 国民党侯友宜前进高雄 展开一整天的车扫 拜庙及菜市场行程争取支持 针对中国9日发射卫星 国防部发布国家级警报 呼吁民众注意安全 会议批评严肃的国安议题 却如此草率错误连篇 骗的是人民生命安全的恐惧 呼吁24小时尽速公布真相 严肃的国安议题 怎么这么草率 作物连篇 在24小时内 赶快公布 是谁下令要发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的标准 以前从来没有发过 为什么现在要发 蔡英文说大家不用害怕 他讲那句话才让我害怕 就是说 真的飞弹打来 大家当场要躲 要往哪个地方躲 大家晓得吗 政府做什么事情 老百姓在想说 这个是不是在操作什么 选举策略什么 所以这的确是 国家的根本问题 民众党客问者上午前进 宜兰罗东陪党 吉利为候选人败票 下午马不停提到新北车嫂 强调建立正常的国家低步 就是政府是可信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国防部 怎么会发错误讯息 真的飞弹打过来 大家要躲哪里 对外界质疑 国防部警报 引发民众恐慌等戒选争议 赖清德也做出回应 赖清德强调人民有知的权利 国防部公布相关资讯是应该的 赖清德10日停进中台湾车嫂 并出席苗栗县张化县造势 权利冲刺选情 记者组合报道 选政冲刺选政冲刺阶段 三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形成也满打 针对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外媒专访 提到两岸关系 必须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赵绍康表示 仍以侯友宜两岸论述为主 而民众党吴欣盈 则是反奉蓝绿执政 台湾有变更好吗 要选民票头白色 至于民进党肖美琴 则强调会与赖清德 继续带领台湾面向世界 与犬之互动得先一手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10号参访板桥动物之家 关切流浪犬的收容照顾 安乐死议题 针对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外媒专放表示 缓和两岸紧张 需用和平对话 而非武力备战 当被问是否信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 马英九说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相信对方 但赵绍康强调 仍以侯友宜两岸论述为主 未来要以侯友宜的讲法为准 那第二个就是说信不信任 彼此当然互信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都不信任 那你还谈什么呢 但这个信任也不是 无条件的信任 我觉得这个信任是 应该是有条件的信任 国民党并免被民众党瓜分选票 积极喊话集中选票 赵绍康重申 投侯友宜等同投柯文哲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 吴信银陪同自家立委候选人 邱晨远扫结败票 选战倒数三天的策略 就是义无反顾拼一次 针对前副总统肖万长 刊登三大报头版 喊话选民集中投篮不白头 有意操作弃保 吴信银隔空反击 在这二十四年来 在蓝绿政党两党轮替的时候 台湾的日子真的有变更好吗 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 只有头白色才有机会 要能保住台湾 营经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则前往高雄 为候选人站台 巩固南部票仓 马不停蹄 展开车扫 接上民众摇旗呐喊 立委候选人邱智伟 送上猫造型的粽子 预祝萧美琴包种 继续坚定担任台湾 南民用世界 在世界上架台湾 大家都做有机器的台湾人 大家继续来拼我们的经济 继续拼我们的河边 下面已经强调 会与赖清德 继续带领台湾面向世界 喊话支持选对的人 走对的路 记者黄子杰 陈信龙 孟昭全 张国良 台北高雄报导 世界经济论坛 WF 周三发表报告指出 AI人工智慧 充斥着虚假和误导性资讯 有可能侵蚀民主 并使社会趋向两极化 由于2024为全球大选年 也成为全球命令的首要直接风险 本周六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不过在竞选过程中 充斥着不少假讯息 世界经济论坛10号公布 2024年度风险报告就指出 由AI人工智慧触发的错误讯息 和恶意假讯息 成为最近两年最大风险 这份报告是在去年9月 对近1500名专家 企业领袖 以及政策制定者进行调查 在WF举行之前发布 由于今明两年 从亚洲的台湾印度 到欧洲的英国 以及美洲的美国墨西哥等 都要举行大选 涵盖将近30亿人口 风险管理专家指出 利用AI进行身畏造假 影响大型群体 并造成社会两极化的风险 以成为全球经济 面临的首要直接风险 不过如果时间放大到未来十年来看 极端气候则越居头号威胁 其次为地球系统的重大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 还有自然资源短缺等 四种与环境相关的风险 公司新闻 这位人中间刚编译 桃园有国中校园传出霸凌事件 一名男同学在学校里 拿棒状物 朝罹患诸如症的同学臀部 用力猛打 旁边围观的同学 还用手机拍下 上传网路 校方获报后 立即启动校园机制 也邀请双方家长到校 来了解协调 桃园有国中传出霸凌事件 一名男同学 九号在学校停车棚 拿棒状物 朝罹患诸如症的同学臀部 用力猛打 导致对方痛到蹲下 一旁围观的同学 用手机录下过程 甚至上传网路 民众看了也觉得心痛不舍 针对这起国中生霸凌事件 教育局初步了解 这起案件是因言语误会引发 诚信学生以书本打了 将信学生 并由同学录下上传到网站群组 校方已经进行校安通报 并邀请双方家长到校了解协调 对于事件发生 教育局表示 校方也启动辅导管教机制 分别对双方进行辅导及管教措施 必要使转介少府会及辅导 资商中心协助处置 而校方除了深表遗憾 也希望社会给予空间 更正面的方式引导学生 记者张淑云 桃园报道 知名的乐飞宝宝米饼 业者在包装填充 不能用在食品的工业氮气 有消费者提高求偿 而原本一审共货赔一万五千元 但是经过上诉后 二审认定 依照侍然公司提出的检验报告 淡气程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一 符合卫福部标准等理由 逆转改判免赔 卫生局派人及查在厂区发现 大量氮气钢瓶上头著名 禁用于食品 但业者被检据违法冲田净米饼包装 您要退款的话 那麻烦您将你的货品及花票 寄到我们公司 食品出问题 与业者曾志倩知名的乐飞宝宝迷病 前年爆出食安风波 不少消费者提高求偿 主张食安公司用工业氮气冲田 违反食安法等规定 一审共货赔一万五千元 案件上诉二审十号改判 免赔定业 春雨公司已经提出检验报告 证明他所添加的氮气程度符合国际标准 何况春雨公司已经将消费者货买的 逆转翻盘一大关键理由 何月亭指出业者提出的检验报告 氮气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一 符合卫福部参考国际组织规定定下的管理标准 第一个你要查灯第二个就是你要那个等级要符合我们的氮气的标准 像他比如说他浓度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啊 工业级的氮气其实他来源很复杂 会不会有重金属还有一些什么维生物 反而会增加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 包装灌氮气程度得注意 毒壳医师就提醒 非食品几氮气来源复杂杂质多 要是任意填充就怕污染食物吃了也有健康疑虑 记者陈冠勋陈常伟台北报道 台湾将于2026年进入超高龄社会 65岁以上人口超过20% 国科会将吸手八大部会 启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接下来四年要投入高龄相关科技预算 约95亿元 要营造友善高龄者的环境 台湾预估在2026年 65岁以上人口将占21% 进入超高龄社会 高龄照顾比达到12.7% 而扶老比在2025年为1比4 到2040年将达1比2 其中高龄者数位落差也是问题 不到半数只有47%高龄者 可以利用数位工具与社会连结 远低于平均的9成左右 其实一个高龄者要跟社会连结 你没有数位是很难的 你要交通也要数位 沟通也要数位 10号下午国科会结合八大部会 正式启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将在未来四年投入高龄相关科技 预算为95亿元 也希望带动高龄经济 其中在改善高龄者数位落差上 学者认为科技与人才要并重 以现有散布在各乡镇的 勒林学习中心做基地 投入经费扩充教材与师资 基本上要研发教材 种子讲师 然后透过我们的这种数位学习基地 把它撒出去 大概这几个面向同时去进展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后 预估在2036年老年人口占28% 来到极高龄社会 包括美日韩等国因应高龄化社会 都希望从被动照顾 透过科技翻转成为高龄者主动赋能 第一次行动计划也提出四大主轴 包括推动市场经济 扩大数位赋能 提升照顾效能 优化高龄生活 记者林静美吴家宝台北报道 台大110学年度起 针对大学部在校生 推动探索学习计划 不用休学 可以申请一到四学期去探索 累计到112学年 有96位学生参与 带您去看看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 做了什么样的探索 大三上学期属于自己的探索学期结束 台大声传系的李沛宇回到实行 探索学习计划的创新设计学院 回想申请动机是想要认识自己 台大创全国之先 在110学年起 推动探索学习 不休学保有学生身份 至多可申请四学期 给予两学分 费用只需杂费和一学分的学分费 累计至112学年 有96位学生参与 投入航海 舞蹈 背包旅行等各式活动 让学生可以在学期当中 有一个机会 可以真的停下来 走出校园 去做任何他想要探索的任何事情 台大表示参与计划的学生 有一半对现况感到迷惘 也有人想喘息 无论如何就是提供弹性 也把经验分享给政大 阳明交大 陈大与中山 而对部分家长担忧 孩子会浪费时间 这学期将举行家长说明会 让他们理解 记者林小惠省志明台北报导 南韩LG公布全球第一款 无线透明电视 77寸的大荧幕 没有使用的时候 几乎像是一块玻璃 完全隐形 让室内设计更有弹性 先夜色彩在荧幕上呈现 没出现画面的部分 则可以直接看到对面人潮 电视荧幕不再只能是黑色 韩国LG电子 最近在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2024 秀出全球首款 无线透明偶类电视 77寸大荧幕 解析度达4K 使用LG自家的无线传输技术 传送影像和音讯 关闭时荧幕就像玻璃一样 完全透明 这款无线透明偶类电视 可用单独立架 靠墙或是挂在墙上使用 LG预计 今年就会销售 这款电视 但没有透露定价 通常打对台的 则是三星的透明 MicroLED萤幕 三款显示器 7号在CES亮相 吸引不少人驻足 其中一款采用无边框设计 宛如一片玻璃 三星指出 透明LED将重新定义 观看体验 让用户更享受视觉内容 三星先前已经推出 MicroLED电视 不过要价达数百万台币 公事新闻 串林编译 关心天气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感谢您收看GJ节的公示手语新闻 我是牛轩文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